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电话 赶紧接 红莺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董事长 好 我马上过去 董事长要召开各部门会议 红莺 你跟我去开会 我 她 凭什么 这 总监 你先进去吧 我帮一下小语 好 我来帮你 谢谢你 红莺 红莺 说 不是 你是不是跟贺本在一起了 告诉我 快说呀 不 您先 您先松开 轻点 轻点 您是我的法定监护人吗 我已经满十八岁了 大姐 你不否认 就是承认了 是是是 那要怎么样 到处招人女人 真是犯贱 我承认 我是长得帅点 气着又逼人 你说那么多姑娘在追我 可我是个男人啊 每天疯啊 迪啊围绕着我 这种困扰你明白吗 你这个负心汉 你现在还有心情说笑 不是不是不是 你难道不是让我一直很喜欢你吗 疼疼疼疼疼 疼 你到底为什么跟她在一起 够够够够够够了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 够了够了 这是肉掌的 我说姑娘 我 我给过你承诺吗 不是你这样做 我很为难啊 我不管 你倒是说说看 她到底哪儿比我好 我 我 不是 你 我 行 我不给你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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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不跟你闹 你快点说啊 不跟你啰嗦了 我先进去了我 你 真不好意思啊 都让你看到了 没事吧 晓月 我知道感情一旦复出 就很难收回 说不在意 都是骗人的 她真的好坏 她明知道我喜欢她还 我知道 可是不放下错的人 你也不会遇到对的人呢 她到底有什么好啊 为什么选她不选我呢 你很好 可能是 你没有在对的时间 遇到她吧 晓月 你别难过了 好好的 好吗 给我点时间冷静一下吧 谢谢你啊 红衣 不好意思啊 大家请坐 各位 大家都清楚啊 前一个阶段 咱们公司推出了新产品 我想 该到了信息反馈的时候了 所以今天开会的重点 主要就是研究 进一步开发改进的方向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好的 那下面就请业务部的总监 向大家汇报一下 各分部的销售情况 好 董事长 关于这次公司所推出的新产品 各分店的销售情况如下 奇怪 这么重要的东西 该会放在哪儿啊 是ặc 是的 ead 可以广告吗 你们的事 是我 哎呦 奇怪 没人接 再打一次 我刚刚所报告的 是销售最佳和最差的分店业绩 接下来是所有分店 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销售量 请大家看一下资料 大家也看到了 这资料里显示的是我们这段时间的 平均销售量 红莺姐怎么不接电话啊 红莺姐你好 我是若珊 如果有空 今晚下班来我家吃晚饭吧 我有事呼你 哎呀 要是我这红娘战术可以成功 让红莺姐变成我大嫂 哥一定会永远感谢我的 太聪明了 搞定 好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请做 根据新产品的业绩 大家都清楚了 从结果来看呢 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那么我想听听各部门 对此有什么看法 新产品的销售 大家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 请营销部的同事 给我们简单地说明一下 好的 总经理 对于这次新产品的销售 我们部门大致做了几个方案 我们根据新产品的特性 分成了三个销售层次 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董事长 董事长 爷爷 董事长 爷爷 董事长 董事长 是不是血压升高了 药呢 药 药在这 没药了 赶紧叫救护车 叫救护车 好 好 好 总经 我以前当过志愿者 了解一些高血压的急救方法 快让董事长平躺在地上 快点 确定有用吗 确定 快点 你帮忙 好 真行 小心点 来 来 尽量把董事长的头垫高 快躺下 来 把领带解开 大家都先让一让 让开 让开 太好了 你们先别说话 让董事长尽量放松 董事长 你先别着急 这医院离公司 只有五分钟的距离 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没事 你们把灯关上吧 让董事长好好地休息 把灯关了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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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路 这谁调的 小语啊 今天的会取消了 先去医院 公司有什么事情 电话联系 好的 我马上到 别太担心 爷爷不会有事的 刚才护士说 还好先有急救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谢谢你啊 别这么说 能帮上忙我很荣幸 红莺 有你在 真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医生说爷爷已经脱离危险了 刚从急诊室推过来 不过现在还没有醒呢 怎么会这样呢 董事长可能最近太累了 夫人 饮料来了 好 瑞来 喝饮料 好 好 好 夫人 妈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去一下卫生间 对不起啊 我先人适配一下 你确定那个真的是白羽天做的吗 我十分确定 当年白羽天对永和好的时候 对我一点也不避讳 所以她做陶配的时候 是我亲眼所见的 好 偷侠 赶快 遗典 黑羽天 我 你 什么 张 看不见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啊 玉琴 别认下我 怎么办 当年我们根本没有 找到他们的尸体 也不能够确定 他们是不是真的死了 你说 那小雨 会不会是白雨天的女儿 别着急 查清楚再说 我怎么能够不着急呢 你想想看 那小雨 跟我们重灵的年纪差不多 而且她身上 还有白雨天奏的陶佩呢 你再想想 小雨 小雨 同音字啊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白虎 是不是白雨天 叫她回来的 郑平 先别着急 有我在 如果他们真的 还活着的话 我们要做好准备了 绝不能让他们 回到白家来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你 还有儿子的 重灵 忙 别人已经醒了 你们可以进去了 但时间不要太长啊 好 谢谢 爷爷 钟灵来了 嗯 嗯 啊 哎呀 哎呀 董事长 你没事吧 没事 挺好的 哦 爸 喝水 哦 谢谢 谢谢 爸 真是被您吓死了 妈 爷爷的药盒 怎么是空着的呢 平常谁来负责的 是有事啊 我回去一定会 好好说说他 怎么可以这么舒服呢 董事长 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我这 挺好的 你们大伙都回去吧 回去吧 爸 这怎么成呢 万一您想喝水或是吃东西 叫外人总是不方便呢 还是我留在这儿照顾您吧 让忠林跟永泰回公司忙公务 行 行 好的 董事长 那您好好休息 好 那我们走了 再见 先走了 董事 拜拜 这小雨 跟雨天和永和 长得一点都不像了 呦 咱们 不成功 悄 好 这小雨 我们先来 我们做这些 东西 不用看了 我今天放学早又没什么事 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你到时候来就知道了 就这样 拜拜 这个小丫头又搞什么鬼啊 师哥 来休息试一下 什么事啊 神神秘秘的 若珊跟你说了吗 若珊 说什么呀 她说让我晚上到你们家去吃饭 今天是她生日吗 生日 今天不是若珊的生日啊 不过呢 既然她约你 那你今天晚上 就到我们家一起吃饭吧 好 走吧 是你啊 是我啊 那么早出来 是不是有事啊 我恰点出来的嘛 正所谓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我们半天不见 我算也得有一年半载了 我还不赶紧跑过来 一劫我相思之苦啊 你就贫吧 你们吃饭去吧 好 伯燕 一会儿陪我去给若珊买个礼物吧 不用了 大家都这么熟了 不用客气了 好吧 总监 总监 仲林哥 你怎么才回来呀 我正想去医院找你呢 董事长怎么样了 没事 是 再观察一下就可以出院了 我刚见完客户 既然这样 那大家就放心了 我们走吧 等等 今天晚上有空吗 一起吃饭吧 对不起 总监 我今天晚上有约了 跟谁约了 当然是跟我 不 不 准确说 应该是我妹妹洛杉 上一次我们不是去过吗 我妹妹呢 跟红莺非常投缘 所以今天再一次 请红莺到我家吃晚饭 红莺 仲林哥 你忘了 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对不起 总监 那我们先走了 走吧 赵莲哥 走吧 吃饭去 走啦 你说小语不可能是他们的孩子 我已经查了小语的资料了 小语出生在河北 一南一北 宇天和永和的孩子 不可能流落到那么远的地方 难道是我眼花了 萍萍 放心吧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不是一样什么事都没发生吗 眼看着仲林啊 现在一天一天地掌握了公司的 核心管理 老狐狸呢 现在又进医院了 没事的 有我在呢 不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看错 永太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一定要找人彻底查清楚 喂 萍萍 好 这个东西我在会议室里捡到的 请帮忙查一下是哪位同事调到 好无归原主 好 交给我吧 嗯 莎莎 我们回来了啊 哥 莎莎 你们回来了 正好赶上吃饭 莎 到底什么事啊你找我 就 一会儿吃饭说 快做好了 霍云姐 你先去沙发休息一下吧 好 哎 哥 来帮我忙 嗯 好 喂 约红莺到家里吃饭 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还不是为了你 满条私利 照你这进度 什么时候才能把红莺变成我大嫂啊 今天呢 你非得把她拿下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我预定了低单牛排特级牛肉 我告诉你 这可是花了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你要是不跟她表白就得补偿我 表白 哥 你快带红莺姐上顶楼吃饭吧 我还有一道汤一会儿就单上去喽 你这是赶鸭子上架你了 你快去啦 红莺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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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莺姐 来了 怎么了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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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行了 红莺姐 我们上楼吧 快走吧 快走吧 等着 来 去吧 去吧 走啊 我去吧 我去吧 穿莓姐姐 去吧 怎么了 一对晚餐弄得这么隆重啊 我妹妹这几年的艺术课 没摆上啊 难道是珊珊要宣布什么吗 怎么就两个盘子 我再去拿一个 等等 没事的 要不先坐吧 可是让珊珊一个人忙 我也不好意思啊 还是我去拿吧 不是 来喽 汤来喽 好啦 你们俩站着干吗 赶紧坐啊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快坐 快坐啊 为什么蜡烛还没点啊 咱们里面 襯银 你也不想要 咱们不想吃 然后再也去炫银 我也在这儿 不要不想吃 我好 我现在最是 你那我好 这就是 多好 做什么 我好 晚餐 我就不打扰喽 莎莎 那个 你不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吃啊 好 我刚刚一边做饭 一边试菜就吃饱了 我等一下呢 去整理一下 歇息就睡了 你们就要慢慢享用吧 不是 你不是说 有事情要跟我讲吗 那个啊 等我想清楚了再跟你说 瞧这阵仗 珊珊是要当红娘吗 万一博焱向我表白 我该怎么回应啊 有点尴尬呀 珊珊 我真的被你害死 薄焱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没事 没事 没吓着你吧 薄焱 我来的时候 珊珊都跟你说了什么 她跟我说 今天晚上会有一个 杏牛的要来 不是 不是 她是说 给我们准备了 牛排大餐 让我们品尝一下 来吧 看来这丫头 一定花费了不少心思啊 是啊 红莹啊 看在我妹妹 这么精心准备的份上 咱们别辜负她 要不咱们开动吧 好 我们先吃吧 听说这家牛排的网络评分 特别高 周灵哥 你觉得怎么样 周灵哥 周灵哥 怎么了嘛 心不在焉的样子 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 没事 我一时闪神了 你刚刚说什么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明知道众灵哥担心白爷爷 还硬拉你过来吃饭 对不起嘛 就算担心也还是要吃饭的嘛 没事的 你别瞎瞎了 我爷他不会有事的 对了 我爸爸认识一个老中医 特别厉害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推荐给白爷爷 好 你面包不吃啊 那给我啦 原来你也喜欢吃面包啊 嗯 我最近发现一间法式面包 可好吃了 早上还没有开业 就排了老多人了 我给你看看啊 就这家店 我给你 给你 众林哥 众林哥 真的 面包店啊 我看看 忠利哥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要表白 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口啊 早知道应该让珊珊给我写一份表白策划书的 哥到底在干嘛 这个时候应该主动啊 红英 对 对不起啊 没关系了 都怪我妹妹她调皮 你看她 这哪是买回来的牛排啊 简直就是欠了一头牛回来 这牛啊也太不老实了 好了好了 我这头牛老实 她不乱动 咱们交换吧 来 把这块调皮的也给你 好嘞 还说呢 珊珊的手艺不就是你教的吗 伯燕 你记得吗 上高中的时候 好像有人还专门请你去做周末的盒饭 还请你揽生意呢 这你还记得呀 当时啊 我本来只做五六份呢 后来就变成了二十几份 越做越多 每次做饭都累得我够呛 而且还要兼着送外卖 每次再到学校里啊 都把我累得喘不过气来 是啊 现在想想啊 我上学的时候 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 可以专心地去学习交朋友 我也喜欢 上学 苍天啊 快直奔主题吧 这样留下去什么时候才有表白啊 我记得啊 我毕业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 想想都觉得好丢人 不过我真的很怀念 现在每天上班都这么忙 都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情了 那是因为你压力太大了 还没有上正轨吧 薄燕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 本来你对他不是很了解 可是突然有一天 你觉得他在你心里 变得举足轻重 这我 我有 哪个人就在公司 平时我不觉得他有多么重要 直到今天他倒下了 公司每个人的工作状态 或多或少都因为他受到了影响 我才觉得他的位置 原来是这么的无可替代 原来你说的是白狐大事啊 是啊 今天一位董事长大家都慌了 我看着他 突然觉得我应该扛下一切 薄燕 你之前跟我说过 我不应该妄自菲薄 我现在有信心了 我觉得 我一定要在白狐做出点成绩 要不然实在对不起自己 这毕竟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啊 对 薄燕 其实我呢 我也有一个人 他一直在我心里 对我来说 真的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其实这个人 你也知道的 他 是珊珊吧 我 我其实挺羡慕珊珊的 他能有一个像你这么好的哥哥 对我而言 只要有家人陪在身边 那就是最幸福的 你 怎么了 你是不是口渴 要不然你把我这杯也喝了吧 不用不用 好好好 谢谢啊 真有点渴了 好 怎么了 没事 我去一趟洗手间啊 嗯 珊珊 你这是怎么了 还不都是因为你 听你跟红莺姐聊天 我气得脑子都热了 只能天天这凉高降温 等等 你偷听我跟红莺说话 我也后悔啊 为了见证你俯会幸福的那一刻 我心脏不知道停了几次 都是因为我这个欧巴太不靠谱了 你到底有没有心要表白啊 我当然有啊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说啊 你们都留了这么久 明明就有好几次可以直接告白的机会 对 原本我也想告白来着 可没想到这件事情 它不是我预料之中的呀 你再逃避 我哪有我 我是你妹妹 你别想骗我 到底怎么回事你就跟我说 这样我才能帮你想办法啊 我跟红莺 好不容易才见你这么深厚的友情 我真的很珍惜 我怕我向她告白了 这要是成功还好 这万一要是失败了呢 到时候我们彼此之间 心里面就会有疙瘩了 如果连朋友都做不成 那到时候我岂不是后悔得要死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现在不表白 等红莺姐被别人追走 那才就真正的后悔 你这是干吗呀 你说你喜欢红莺姐 有心要跟她表白 在我看来 你的决心就像这样 一折就断 你这什么比喻啊若珊 难道不是吗 之前不敢 现在替你制造了这么好的机会 还是不敢 那我就敢判定 以后啊你更加不敢表白 要是以后啊 红莺姐有了对象 我敢说 那个男的 绝对不是因为条件比你好 而是因为他敢说出来 哥 以后要是这种事情发生 我真的会气死 你就勇敢一点 把胆子放出来 跟她拼了 难道你希望 永远默默地做她朋友吗 哥 勇敢一点 若珊 谢谢你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这样才是我的好伙伴 现在呢 要加强你的勇气和决心 跟我一起喊 我要跟红莺表白 我要跟红莺表白 嘘 你小声点 红莺她就在楼上 那你红莺一起喊 我要跟周红莺表白 好了好了好了 我喊 我要跟红莺表白 我不是一根筷子 好 我 我不是一根筷子 我要红莺当我女朋友 我要让红莺当我女朋友 手指钢 我要让红莺当我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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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有空吗 好 一起吃饭吧 对不起 总监 我今天晚上有约了 跟谁约了 当然是跟我了 不 准确来说呢 应该是我妹妹若珊 上一次我们不是去过吗 我妹妹呢 跟红莺非常投缘 所以今天 再一次 请红莺到我家吃晚饭 你这是在向我宣战吗 算是吧 我们两个公平竞争 你是我师哥 我是你上司 以条件来说 我们算是旗鼓相当 至于红莺那儿 我们就各显神通 但是先讲好 不准暗地里耍阴招 好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来 至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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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声音 曾经下雪最美的动静 你依然还要 薄言已经采取正面建功了 我要是继续悲痛 婚姻就要拱手让人了 感谢这段最美的爱情 你这个女人 人家时刻一叫你 你就要去吃饭吗 吃 我还是你领导呢 想不想自白虎虎 哼 谁让你这么瞎说呢 现在说的 我爱情 我爱情 故障的爱情 我爱情 失去天长地久的机会谁的错 在美丽的流星夜始终就会坠落 不懂我们之间为什么总要这样错过 我迷失在曾牵手走过的街头 还那样热闹直到看到你被他拥在怀里 幸福的微笑来不及说再见你 一愿走高飞给的回忆你都无所谓 看不清都是因为我还爱你 无法忘怀的爱情来不及说再见你 已经变形了给过的承诺都无所谓 太多的争执因为我还爱你 只希望你能幸福开心的微笑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